Model 3 改造 好的 各位 我們現在的開場是在 model y 上面 那我們現在很短暫的來體驗一下就是 model y 它的上手型 然後我等一下會來分析一下它跟 model 3 之間的開起來的差異感覺是什麼 那原則上我從剛剛已經稍微開了一段路到現在 我是覺得 因為我現在開始是long range 的版本 所以它其實比performance 還要不跳 但是我個人覺得還是稍微偏跳一些 應該是因為換了20吋的狂的關係 然後整體的隔音上的感覺 我個人是覺得比Mano 3好 非常非常的對 我自己是這樣覺得啦 因為我目前聽到的大概就只有冷氣的聲音 然後風接聲什麼 因為我目前都在10區開 所以隔音的部分還算不錯 然後它的整體的油門的控制的感覺 反正都是跟Mano 3是一模一樣的 那原則上我們等一下會上快速道路 試一下它的輔助駕駛 然後這台 因為前一陣子一直在講說 要推出它的那個4.0的版本 這台還是3.0的 那原則上 剛剛也有聽那個業務講說 其實4.0跟3.0 你好像不選FSD在台灣好像是沒有太大的差別 整體目前開到現在來講的話 20吋的框 如果你是追求外觀派的話 20吋的框一定要選 這個框真的超好看的 你去外面改的話 應該加加7萬我也選不到 自己還是偏好黑內裝的 因為白內裝的話 其實前面那塊絲板白白的 很多人說不會反光 我自己覺得稍微有一點 因為其實黑內裝的木頭絲板 就會反光 那這個木頭絲板 大家應該都知道 不是真的木頭吧 就是我自己覺得 看起來 可能還是要貼個什麼東西 把它遮擋一下 不然就是 因為這台車目前沒有結合 又是沒關係 所以稍顯反光偏嚴重一點 螢幕的部分 它整個解析度都還是很好 一樣是搭15吋的iPad 就是人家講的嘛 買平板送車嘛 這台我目前停止到現在 你們可以稍微聽看看那個風切聲 因為 以目前的底盤的隔音來講的話 我感覺它的噪音 是集中在下半部的部分 上半部的風切聲都做得很好 因為它是雙車玻璃 前後都是喔 我那時候在講Model 3的影片 然後我有帶到 你們可以去Model 3的那個影片看一下 這次它的軟體更新之後啊 它的那個 會讀出 譬如說 我可能跟前車距離有幾公分什麼的 它現在用視覺也可以了 所以我那時候講說Model Y 可能沒有雷達的那些車子 可能會哭哭或什麼的 然後整車的周圍可以看到 在這個地方 全部都有所謂的雷達 我們現在也沒什麼好擔心的啊 因為其實都還是看得到啊 然後我覺得 它的那個偵測的那個感覺 調性什麼的 其實都還蠻接近的 我們現在前面要轉一個彎 然後我們來體驗一下 它的側傾的感覺怎麼樣 這個彎算是一個90度的大彎 還是會有一點左右左右顛的感覺 但是跟日本車比起來相較之下還是好很多啦 所以如果你是從日系車車組 準備要換Model Y的人 這一點你們絕對可以克服得了 我有發現喔 之前Model 3沒有這個東西 現在有 就是我變換車道 它鏡頭自己偵測到我變換車道完之後啊 它方向都會自己幫我取消 就是 我以為它不會幫我取消 它會自己幫我取消 可能是後續軟體還有更新 好你們有聽到這個 過這個 就是伸縮縫的地方 就是那個動動的那個聲音 其實是蠻明確的啊 我不知道收音怎麼樣 因為我們今天帶的設備沒有很多 然後我現在身上也沒有別麥克風 所以說我們今天這支影片 就是很簡單很簡短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它的感受是什麼 然後我們現在人在騎士上面 它就一樣用我們家的葉皮 好 好 那我們現在來調整一下 最高時速 這邊最高限速是80 所以我們就開80 就好 我們讓它自己跟 然後 跟車距離的部分呢 我把它設在 第三段 好 現在左前方 右前方有一台車 貼我其實蠻近的 那它有稍微幫我往這邊靠 有沒有 它稍微幫我往這邊靠 我覺得它還蠻不錯的 我之前試Model 3的時候 我並沒有這種感覺 之前Model 3也FSP 可是FSP 其實在台灣 我講認真的 選的人應該都蠻後悔的吧 因為就真的用不太到啊 就是 其實感覺好像也沒有到很 其實沒有到有很大的綁 我覺得 然後它目前整體上開起來都是蠻平順的 就是 這邊限速最高80 我就剛好開80 這樣子 它整個車道是保護一直在正中 我們現在雙手離開方向盤 這個是不好的示範 大家平常不要去這樣子 我們看它多久會叫 好的 那影片看到這邊呢 不眠俗的還是要讓我們來 插播一下我們的 本期的贊助商的廣告喔 滑豆洋行 那這家產品的咖啡呢 我個人喝的是非常喜歡 現在夏天快到了 我們可以用冰釀的方式下去泡 那沖泡的方式跟手法 我會再另外建一集Shirt 你們可以去看 那我先講我自己很喜歡喝的這一款 這款呢 我有做沖泡的說明 影片連結我放在這個地方 這款它的咖啡 一撕開之後的那個香氣啊等等的 我真的覺得太棒太好喝了 這款咖啡喔 如果你們是懂喝咖啡的在行人的話 一定要喝看看 這款咖啡可以兼具你獨特的品味 還有你非常挑剔的味蕾 一定可以滿足到你 不能滿足到你的話 他們還有更好的 接著到底下的連結 可以去看到他們家更多的商品 那還是要講一下 感謝這一期的贊助商播出 到現在它還沒有叫 它可以撐那麼久 這個應該沒有加什麼錢塊吧 它為什麼可以撐那麼久 喔有了有了它跳出來 它跳出來這顆機子 好開始叫了 所以你要稍微晃一下方向盤 它現在就不斷進去掉 然後前面有一個轉彎 我們來試一下它過彎 會不會要翻 要翻的感覺 有一點點喔 有一點點這種感覺 其實跟Model 3比起來 你會很明顯的感覺 它的重心好像又重新回到了上半 當然跟一般油車比較起來 它的重心還是在底下 還是在你的腳下沒有錯 但是你會感覺上面這個地方 多了一點點重點 會幫你往那邊甩的那種感覺 大多數開休旅車的人 應該是不會像我這樣開 好 那我們今天的試駕體驗 就大概到這邊 我覺得 如果你是Model 3車主的話 你升級可能會 稍顯沒有什麼太大的感覺 就是感覺不會到很明顯 你唯一的感覺就是 欸我的坐姿變高了 但是我的視野 並沒有相對的變好 對就是 我不知道 可是我開車習慣做比較低一點 然後 車頭的部分 我現在我身高是178 完全是看不到 然後後視鏡的這個視野 等一下再補畫面給大家看 你大概就只看得到這樣一個小小的 一拳這樣小小的 真的是超級多小的 建議大家如果 很在意後面的視野的人 要嘛你從螢幕上面開啟 要嘛你加裝一個電子後視鏡 不然這個後視鏡 如果你是真的很習慣看後面的人的話 你相信我 你是真的都看不到 我現在看到後面有一台連結車 我只看得到連結車的 前檔風玻璃的下緣 還有它的大燈的上緣 就這樣 就是我可以看到我的可視範圍就這樣 然後它現在離我越來越近 我現在只看得到它的大燈 我們現在來加速風向 然後回轉的半徑 欸很小欸 它車子從外觀看是很大台 但是實際上回轉半徑超小 前面有一個下坡又有一個大彎 這個時候就非常考驗車體的整個 結構工程還有懸吊的技術 那就我們所知 特斯拉的系列呢 對於車體結構工程是OK 但是對於懸吊呢 大家就是你知我知就好了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開這邊蠻點的 我自己是這樣子的 真的蠻點的 就是它的路面你壓到什麼東西 基本上就是很直接的回饋給你 所以其實也並沒有像大多數的人提到的 就是我買long range 可能就是 懸吊稍微軟掉一些些 其實是還好的 但是 以超車來講真的是非常夠用 你要 你要馬上 點油門 然後馬上收一點點 然後就快速的達到你想要載的那個位置 我覺得是 非常非常OK 好啦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Model Y的一個簡短的體驗 至於我們會不會提車呢 我們就下支影片就知道了好不好 那喜歡影片的話 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 我們要開回去玩車了 對就是這麼簡短 它這算是一個自助試車的一個活動 所以 如果你們有興趣 然後你們不想要業待跟著你 其實我覺得這算是一個還蠻不錯的體驗 好 用這個彈射解釋 大家掰掰 Minute 飯 那是 好 大家 呃